服装设计师究竟是做什么的? 明天我要做什么? 我得站起来做点什么? 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开始建立一个服装品牌? 我应该出去买些布料吗? 我应该聘请一家公司为我设计徽标吗? 我应该在网上找一个裁缝,让他给我缝一些东西吗? 如果您要自己创业,我正在与您交谈。 我真的是在和根本不是设计师的设计师交谈。 我也在和所有刚毕业,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推出自己品牌的设计师交谈。 那么,设计师是做什么的? 问题是,但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明天和后天我要做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日子会怎样? 设计师是做什么的? 你可能想知道,但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明天和后天我要做什么? 在我努力创建我想要的业务的未来几个月里,我的一天是神模样的。 我经常听到这个问题,但它可能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将把它分解成几个视频并将它们放在一个播放列表中。 我想从一个新公司的角度来描述一个设计师是做什么的。 如果您是一家全球销售的大品牌的设计师,那么您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每天,它们都会准确地告诉您您需要做什么。 你受雇于它们。 它们会告诉您要创建什么,完成它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一切都归阶位。 这一切都归阶位制定一个可靠的战略并坚持下去。 每天,把废话磨掉,用你的想法尽力而畏。 但是,在您害怕制定一份体面低商业计划并付出努力之前,让我通过简单的步骤为您分解。 第一的,你需要一个时间表。 时尚是一个季节性的行业。 因此,在12月为您的冬季生产线工作毫无意义。 我将引导您完成一个简单的时间表。 月复一月,我会像从第一年过渡到第二年一样谈论它,而您必须从那里进行推断。 即使在我任教的著名大学,可穿戴艺术和成衣之间的区别也莫有得到充分解释。 让我解释一下差异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您一整天的工作。 在那之后,我将解决主要的问题。 冠状病毒病。 一切都因为它而改变了。 如果您要在这个市场受到干扰时立即投资,您需要确切地知道该怎么做。 由于供应链、封锁、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普遍破坏,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您必须将其简化位于少数相信您的设计和您做未设计师的人的个人关系。 您将不得不暂停全球扩张一段时间。 但是,让我们在此播放列表中的其中一个视频中深入研究一下。 什么是服装生产线?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以便您可以相应地计划您的一天。 服装系列是由设计师创建的。 这就是晾衣绳的协调性。 您可能会想出像Spanx这样的东西,而且再也不必制作服装了。 您可能更愿意专注于单一产品,而不是季节性服装系列。 你们都是设计师,但你们都是不同类型的设计师。 你白天所做的事情会因此而改变。 请允许我讨论最关键的一个,凝聚力。 让我们按时间表开始这个派对。 你必须提前计划。 如果你卖的是Spring 23,你就可以在8月卖掉它。 夏天,你可以在10月22日左右卖掉它。 因为圣诞节是他们收支平衡或全年赚钱的时候,所以他们通常会买小东西。 所以,正如你所理解的,在知道你是否会玩得开心之前,在明年夏天花钱可能有点可怕。 一点,秋季在1月和2月之间购买。 由于假期,买方最近收到了一大笔钱。 他们可能愿意在像您这样的新线路上冒险。 现在是开始的最佳时机。 看看下面的时间表。 如果你卖给精品店或连锁店,这是很标准的。 请记住,COVID搞砸了一切,但对于2022至2023年,这大致正确。